第1612集 无名面色阴沉 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质问文天理 可能会招致对方的恶感 得罪一个神蒙强者并不好 但他还是忍不住对着文天理一拱手道 文老 我想问问 为什么这位夜晨是第一 为什么还要问 因为他不服 他真的不服 他的自尊 他的骄傲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是来将夜晨踩在脚下的 而不是输给夜晨的 文天理看向无名 微微皱眉 换做别人 这样当众质问他 他恐怕当场就要爆发了 甚至直接剥夺对方的比赛资格 让其滚出斗舞场的 不过对于零九萧却不行了 图兰心就是为他而来 而且对于一个拥有神体的天才 即使是一个尚未成长起来的神体天才 像文天理这样的强者 也需要给对方三分面子的 毕竟若是没有意外 本次选拔赛第一便是这零九萧了 而他加入神级宗后 想必在顶级势力的支持下 很快便会崛起 夜晨虽然身体强度方面可能胜过零九萧 但禁灵法体为什么被誉为神体之一 那便是因为神体都是没有短板的 全方位的强悍 变态 难道夜晨各个方面都能强于神体妖孽 那神体也不会被称之为至尊神体了 在接下来的两项鄙视之中 零九萧必当碾压夜晨 虽然对于无名的质问 有些不耐烦 文天理还是开口道 零公子确实也很优秀 这急煞之气甚至影响不到你 但我想问问 零公子能够将急煞之气吸入体内吗 无名皱眉道 吸入体内 即使斩恶镜强者也做不到吧 说着他猛的面色一变 震撼地看向了夜晨 看到无名的神色 文天理点点头道 不错 这就是原因 夜晨之所以是第一 正因为他将这急煞之体炼入体内了 而且不是一丝 是整根磨铁蕴含的所有急煞之气 此言一出 斗舞场内立即响起一声声道吸凉气的声音 千万观众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完全实话思维崩溃了 夜晨将急煞之气炼入体内了 那急煞之气隔着这么远 又有屏障保护 都让他们无比压抑 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而且别说他们即使是无比优秀 能够参加选拔赛的天才 仅仅是在三十米外 接触着急煞之气 都无法与之抗衡 被生生压爆了躯体啊 如此恐怖的煞气 夜晨竟然将其煉入体内 而且看起来非但像个没事人一般 反而精神奕奕 神采飞扬 这是什么概念 好比散发着隔着数千米 数万米 皮肤接触到一丝丝 便会让整个人瞬间融化的致命毒气 令人闻风丧胆的毒液 突然之间被一个人一股脑 全部喝到肚子里去一般 怎么能不震撼不惊锁 上古极致妖孽 都没夜晨这么变态吧 就连古老都是难以置信的看着夜晨 本来他以为 自己已经将夜晨的潜力拔得非常高了 可现在他发现自己还是错了 夜晨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 灵酒削面色难看至极 他这一问 非但没有挽回自己的颜面 反而让夜晨大出风头了 闻天理见状没有多说什么 正准备开始第二次测试 可就在这时 夜晨的声音再次响起了 闻老 请等一下 闻天理鹅脚青筋狂跳 朝着夜晨怒目而视 他是谁 神蒙的至极强者呀 竟然在选拔赛上屡次三番被人打断 而且又是这个夜晨 就在闻天理要彻底爆发之时 夜晨却是不以为意 淡淡微笑道 闻老 若是我说 我能将那磨铁恢复原状呢 什么 闻天理一愣 原本的怒气也一下子消散了 将已经变成粉末的磨铁恢复原状 听起来匪夷所思 不过 将击煞之气全部吸入体内 同样是匪夷所思的 可夜晨就做到了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将磨铁恢复 闻天理眼眸之中闪过一丝喜色 若是能将磨铁恢复 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夜晨看着闻天理的神色 微微一笑 成了 闻天理已经上钩了 对于这样的赌徒 想要与其对赌 最难的便是挑起他的兴趣 而夜晨已经做到了 闻天理凝视着夜晨道 小子 你能将那磨铁恢复 将磨铁恢复 夜晨暗自笑了笑 先不说急煞之气 虽然还没有彻底炼化 可已经完全融入到了 他的神源之血中 根本无法重新逼出体外的 就算能 他也不可能把吃到嘴里的肉 再吐出来 不过他需要将磨铁恢复吗 只要赢了就行 夜晨笑道 我可以 但我不能白恢复 闻老 有没有兴趣和我赌一赌 赌 闻天理双眸之中 猛的闪烁一阵清光 夜晨竟然要和他赌 赌 赌是需要对等的赌注的 即便他是一名老赌徒 但夜晨若是拿不出合适的价码 对于闻天理而言 对方根本就没有和自己一赌的资格 至于性命之类的 一名封门存在的性命 对他闻天理而言一文不值 不过恢复摩帖就不一样了 当即 闻天理沉声道 小子 你想怎么赌 夜晨凝视着闻天理 缓缓开口道 前辈手中可有龙心果 有 就赌 我夜晨能否夺得本次选拔赛第一 如何 据我所知 选拔赛第一 是能得到一件神盟送出的宝物的 若我赢了 我不要别的宝物 就要这龙心果 而若是我没有得到第一 那么我便将这摩铁恢复原状 闻天理目光连闪 片刻后点头道 好 不过小子 你最好真的有方法恢复摩帖 若是你输了 又没办法恢复摩帖的话 你要知道 我闻天理最恨的 就是无法兑现赌约之人 夜晨文言笑而不语 他倒不是真的想与闻天理耍赖 空手套白狼 只是事关楚莹能否恢复 他只好出此下策 而且他既然赌了 就不可能输 他永远不会做第二 这就是夜晨的自信 就是他的骄傲 闻天理却是暗自冷笑 小子 你以为自己夺得了体势第一 就无敌了 就能上天了 被神国奉为神体的存在 以你的眼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他也不再废话什么 直接开口道 第二场 神是 何为神 神便是信念 便是道心 修武者追寻武道至极 便是逆天而行 跨越无数阻碍 道心之坚定便极为重要 而道心强弱 往往与神魂相关 第二场考验的便是各位的道心 说着 他手一扬 一枚散发着七色光滑的拳头大珍珠 浮现在闻天理的身前 闻天理面色淡淡的道 第二场神事 由我亲自进行 谁先来 我来 这时 一名高高瘦瘦 眼窝深陷 修为太虚六层天的青年男子 走上前来 他正是体势第八名的赵胜 赵胜目光微闪 他在体势之中是倒数第一 成绩很差 若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表现 恐怕即便是四等宗门 也未必会收下他 所以 神事他第一个便站了出来 不说结果如何 至少能让那些三四等宗门的强者 对他的印象稍微好一些 闻天理点点头道 准备好了吗 好了 骤然之间 一股澎湃的神念之力 从闻天理身上狂涌而出 汇入那七彩珍珠之中 下一刻 珍珠之上七色光芒一闪 一道绚烂的光柱 刹那间没入了赵胜的眉心 夜沉见状 面色微微一变 闻天理的神魂之力好强 即使自己拥有诸多加持 又有念魔之体 可在神念之上 却依然无法与闻天理相提并论 而且 闻天理神念爆发的那一刻 他清楚地感觉到 闻天理并不是一名魂修 这只能说明 闻天理的实力 境界高出夜沉太多太多 赵胜眼眸之中的神光 迅速暗淡下来 陷入混沌之中 整张面孔上 呈现出一种迷茫之色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三个呼吸 那七彩光柱 进入赵胜眉心三个呼吸之后 赵胜的面色瞬间大变 一下子苍白无邪起来 甚至浮现出至极的惊恐之色 浑身气息无比紊乱 体内甚至就要不受控制的爆发了 整个人看起来 就好像濒临崩溃一般 众人都有些看呆了 赵胜究竟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恐惧 能走到这一步的天才 哪个不是心性坚韧 道心稳固的存在 为何短短三个呼吸 就仿佛要崩溃了呢 第四个呼吸 赵胜猛的惨叫一声 气息涌动 双眼化为血红之色 竟隐隐地有入魔的迹象 也就在这时 闻天里手一挥 那珍珠至上的光滑 瞬间消散了 赵胜的双眼 也在同时恢复了清明 此时的他 剧烈地喘息着浑身衣袍 都被冷汗湿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